他们一想到少林 忙忙想到呢 就是少林武功 好像没有其他的 除了功夫 当然还有别的 因为河南松山少林寺的方丈 氏永信早就花名远播 施政义就在举报中称 韩明君和施言杰 他就是同一个人 并且和施永信 保持了不正当的关系 2009年生有一女 署名施政义的少林僧人 最近指正立立 踢爆这位假面方丈 不仅侵占少林寺财产 私生活更是混乱 少林慈幼院院长 誓言杰根本就是 施永信不能说的枕边人 两人拥有双重身份 过枕人前人后两种生活 照片中的小娃 就是两人地下情的结晶 通过少林功夫你 他了解餐修 了解精神修炼 施永信修炼都在修些什么 实在令人好奇 大和尚的卧室里面 被人家长期安装了摄像头 有没有做一些 违反佛门清静的事 我们也不得了之 施永信 2011年以来 陆续招人指控买春 包养北大女学生 有私生子 还跟大牌女明星有载 但少林寺始终相信 方丈清白 对少林寺的 对方丈进行工艺 这么多年来 一二十年了 没得回事就是没得回事 举报人 施政义加码丢出震撼弹 指示永信早在1987年 就被开除升级 有备而来的连续爆料 这位花和尚 恐怕旧快 原形毕露 三立新闻 张新衡报道